大家課課金 很久沒叫你們課課金 大家看到上面15元 不是說肉酸 新人課課了300元 謝謝大家有空課課金 每人積小成多,集藝成求 大郎100元,多謝你 好 那些是舊的 是嗎? 是的 製作一些新的 別人甚麼 不是那個大佬 好的 那全紅蟬奪金之後 他在湛江那間破舊的屋裏面 充滿人潮和嶺車 政府官員、企業送錢 送樓、送物資 當然送樓,沒有人買 有網紅他現場打卡直播 他現在家裡頓時將登結彩 門庭約市 家裡的門口永遠有幾百人圍住 幾百人 唐大佬說 全紅蟬哥,兩天都沒分過交 希望你們細聲一點 當地的警方也都在門外搭帳房設防疫點 拉起景界線 為甚麼搞得那麼誇張呢 因為有所謂網紅的KOL 你知道嗎 現場直播全紅蟬 當然會有很多人看 好了 當地的發展商就送樓給他 送舖 他有一天給幾十萬現金 因為知道全紅蟬喜歡吃辣條 辣條是一種零食 不知道甚麼東西 於是很多辣條的廠商 就用貨車運作一箱箱的辣條在家裡 搞得城街人不知所措 而當地的官方 還派遣大型吊車 和多名工人 這麼誇張 漏夜把全紅蟬的家裡 外面門口的泥土地 鋪成水泥地 你不用這麼誇張 好了 最好笑呢 那一隻全紅蟬就說 我要給他媽媽有病 走完車之後 希望他可以 找到錢可以讓他進醫院 現在院方就說 哎呀 什麼錢不錢 紅蟬你放心 不敢請 給我們自己人 現在是這樣 之前人家是幫媽媽 想籌約費是不夠錢 你醫院有沒有便宜一毫錢給人 現在他說不用說錢 金牌就不用說錢 他就答應 他媽媽和阿爺 全方位的醫療保障服務 我們看不到那麼遠 大陸的網友 看著 你不要出來說 然後走出去 你看一下 人家為什麼要拿銀牌和銀牌 會不會這樣 也有企業家 就送了二十萬 叫關懷慧問金 給全紅蟬 那全紅蟬 他就說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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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拿這些錢的 他們窮人又多老實 他說要靠自己努力才行 最後只收到花錢 都不收 金牌十萬 不可以拿錢 那不要這樣說 他都說出風頭 如果這麼巧 出風頭也不夠多 你比農大輝 農大輝還給幾球 大佬 由於很多親戚來拍照 全紅蟬的媽媽在採訪裡哭 哭著說 我嫁過來這麼久 現在才知道我們有這麼多親戚 就有錢了 親戚 之前找人接濟 給他醫病都沒有 親戚都不出去了 親戚 親戚 因為不堪其妖 全紅蟬 家裡閉門蛇客 親戚都不見了 於是有些 離所親戚朋友 對家人惡言相向 說你紅衣服 擺架子 你之前有沒有找過人 親戚 全部都是駕駛車 現在大陸很多網民 我都說你們不要看著那些小分熊 其實有很多合理的 特別是站光 他們自己有來 很多網民紛紛呼籲 有關部門介入 保護奧運冠軍的家人 免受打擾 為什麼呢? 每個人認真認識嗎? 就算總會 之前你的運動員 這麼辛酸 這麼坎坷 為什麼沒有贊助人的醫藥費 其實我告訴你 站光政府自然做什麼 他叫做紅 有些金牌選手 特別不是那麼受重的項目 也不是那麼漂亮 其實連這些待遇都沒有 一剎那些待遇都沒有 舉重女子 是啊 猴志偉哥 金牌好像還不記得 還未出 可能是37個 就算給他也沒用 他銀牌不夠多 總牌也不夠多 好了 另外我們講兩個 一個逐上星期的故事 一個就是這個星期的故事 我肯定不明白 為什麼在日本 歐美國 全紅線有些故事 在中國選手來說 台灣 特別多故事 這個我們講一下 這個空手道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就是喜有明亮 就是空手道營 男子亞的金牌冠軍 在2019年3月 其實 就是在這個空手道的發源地 沖繩市裡面 就有一個告別式 就是一個喪禮 就是喜有見亮 2019年3月 只不過現在講一下 兩年前 出席 他當時就朗讀他的道文 因為他媽媽 紀江女士 就在57歲 就與世長遲 當然 他也有跟他媽媽 他跟他媽媽感情很好 亦都暗暗 跟他媽媽有個約定 所以他媽媽已經離去了 喜有見亮 在5歲的時候 就開始學習空手道 OK 那